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华家美回收二手卡贴机的极客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回收的一台什么机器 这个顺风包的还是挺紧的 好 这是一台14 Pro Max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虾流达的标 这就说明这个客户可能之前把它接到转转去回收 然后可能回收价格不是很满意 又找到了咱们 咱们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外观橙色 这个客户给我描述的是99型 没有磕碰 没有磕碰和划痕 咱们看一下 边框其实还算可以 有点轻微的小瑕疵 这种是亮面边框比较难避免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磕碰 还是有点小划痕 咱们把这个标撕掉 好 再看一下这个边框的橙色怎么样 还是有一些划痕的 最后总体给大家看一遍 有一些小划痕 但是还是能算上一个亮机的标准 OK 咱们来看一下后盖是不是原装的 OK 这个后玻璃的这个镜头刮手 滴水成珠 第三步看一下这个激光雷达 嗯 也是泛红的 能看到吗 没有问题啊 再看一下镜头里面也没有灰尘 好 镜头里面也没有灰尘 我们看一下屏幕有没有划痕 屏幕上面有一些划痕 应该可以拍出来 屏幕上面有一些轻微的划痕 那这个就算不上99星了 而且这里还有个硬伤 能看到吗 这里 那这个一会要跟客户反映一下 像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扣一点钱 然后我们看一下屏幕是不是压盖板 屏幕是个原装屏幕 但是是有瑕疵的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功能 还有这个电池的健康度 是不是跟这个客户说的一样 是90%多 好 我们可以看到电池健康度是94% 这个跟客户描述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一会直接把这个功能测试一下 如果这个功能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屏幕上面的硬伤 还有屏幕上面的划痕 跟客户协商一下 这个肯定是要扣一点钱的 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好吧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咱们给它包邮发回去 那么这台机器的外观 以及功能我们都已经检查完了 确定的是一台纯圆装 而且没有任何功能问题的机器 但是它的外观 跟这个客户描述的有点出入 咱们跟客户协商了一下 最后是以一个3550的价格 把这个机器回收回来的 咱们也是电话跟那个客户沟通了 客户就是听完之后 给咱们打出了感谢真实的评论 就是咱们这个机器 一会也会把它上架到朋友圈里面去 大家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有一条卡贴机要回收的话 可以来找极客 咱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打管快 然后如果需要扣费的话 一定会给你描述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需要扣费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咱们会给你包邮退回的 好吧 OK我是在华杰美立志要回收1万台卡贴机的极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